請開始 首先回應Galic的問題 Galic其實我看過你的會議紀錄 但問題就是投票立場不單止只要投會議紀錄 是要講你有沒有真的解釋過給公眾知道 如果公眾只看到你的投票紀錄 但是你又真的講過 因為我沒有看過一篇報導 即是報導過你的論點 還有這個會給了外面的訊息 就是你支持公共廣播獨立 特別講港台員工一直都爭取近公營廣播 是可以獨立到的 新大樓是可以建成的 這個行公兩席的問題當然很重要 但同時間那個立場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可以提出一些質詢 投票其實大樓也很難過 因為本身保和黨大多數 你投票是為了支持這件事 或者這個議題的最甜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就是我想講回剛剛幾位的分別 我們其實剛剛聽得到 就是細孖是很好的 就是他很多的政策其實很熟悉的 Garry都 就是一些表述當然很精彩 但是最重要就是 我們不僅僅是熟政綱 就是清晰論述 最重要的是究竟有哪一個 是可以去真的為大家去放的 為大家去進入做 我兩支麥 好啦 那我相信他們就 比其他兩位都沒什麼包服的 即是年輕 那同時間 我希望可以團結到 所有的 就是比較大範圍的 民主派的光譜 因為今次單戰三秒制裏面 是需要一個很團結的力量 去民主派才可以拿回這個議席 那我希望是未來 就是大家都會很清楚知道 單戰三秒制選舉 不是好像比例特別制選舉 比例特別制 只是看著一個5-6%就可以贏 但是一個單戰三秒制選舉 你是要團結到 所有大部分的派別 團結大部分的派別 你才有足夠力量 堪贏這個保安黨 就是 鄧家彪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對手 因為知道 大家見到 如果大家住新東就知道了 又掛民建聯 又掛工聯會 又掛新社聯 又掛新民黨 今次的選舉 最重要的是 選一個 大家都會認可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代表進入去 就是 好像基里所說 是一個好 和更加好 適合 和更加適合的人選入去選擇 那我想大家都三個都好的 大家三個都適合的 但是我都可以認為自己好 更好 更適合 那 但是我希望 就是 更加重要的是 有一個清晰的政治路線 有一個清晰的政治論述 帶出來 今次是一個 反威權 反DQ 變相的 一次投票 去令大家 真的可以彰顯到 整個民意力量 特別是說 各位 是需要一個 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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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下去 我們的民主派 在這個議事規則一翼 是受到挫折 但是 不要緊的 我們承認失敗 但是承認失敗 同時 都要回應我們網上的批評 即使本土派的批評也好 傳統民主派 我們過往的策略有些出錯 包括 拉布的問題 包括 我們改議事規則的問題 大家 從政者 是必須要承認過往的責任 令到大家 可以重新走下去 那我勝在 沒有包覆 因為 過往的 一些議會的犯錯 我都沒有涉及 當然 第二就是 過往的一些 行為 或者過往 我希望 帶出議題 可以團結到 大多數的朋友支持 例如我現在 手上拿到的支持 由前民主之路的學者 去到本土派的朋友 是都有 不同的渠道 是表示支持的 所以我 有信心 可以團結到 大多數的朋友 大多數的民主派支持者 是願意投票給我的 那這件事 在一個 低執政制之中 是非常重要的做法 那同時間 我亦都做了很久的 一個政策的長結 當然沒有小媽 或者沒有機會這麼久 做得 但是 現在這本 政策總統 是非常有心機的 大家可以在網上看 那我希望 可以匯劃出一個 屬於香港的纜圖 給大家可以一個 清晰的政策 或者未來的政治方向 政策方向 可以讓大家走下去 因為今時今日 大家選一個政治領袖 選一個代議士 不單止是說 他是甚麼黨派 他是甚麼派系 更加重要的是 他是否可以 注入一些新的動力 進去立法會裡面 雖然我沒有兩位 那麼大隻的 我沒有他 機率那麼大隻 又沒有 小媽 敦位那麼厲害 這個 做這個 我應該都 搞不定的 但是我希望 進到議會 不單止是用體力 不單止是用肢體 更加重要是用腦 更加重要是想 過往的策略 將來的策略 可以怎樣做 所以希望 各位的朋友 是可以 選一個 雖然身手不是那麼好 但是現在是有些頭腦 就是可以幫到大家去 出謀獻冊 或者為民主派送出 更加大貢獻的年輕人 真的嗎 好 請第二位 郭榮健 準備 跟著 郭榮健 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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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應該都這樣 好 大家好 多謝大家那麼冷的天氣 都堅持下去 繼續坐在這裏聽我們三位的辯論 這個精神是非常之可貴 因為民主就是要有堅持 昨天去到這個反對議事規則集會的發言入面 我去講到 昨天經歷的一切 就好像我們立法會再回到臨立會的黑暗時代 臨立會的黑暗其實是二十年前發生 大家看到在臨立會的時候 是廢除了集體談判權 工人是應有的權利 也都是讓公安惡法恢復 導致我們今時今日 是這麼多政治犯要坐牢判刑 所以如果立法會回復臨時立法會的時候 我們的工人 我們的打工子女必定是身受其害 大家都知道 今次我們無論誰贏都好 對手就是一個 鄧家彪 鄧家彪的工聯會實在是好事多為 剛才說了 廢除集體談判權 有工聯會份 我們看到 男士的試產假 我們明明爭取七天 但是他最後就是退貸 變回三天 又有他份 所以 告訴大家 如果我們議會裏面 代表打工子女 仍然是這些貨識 仍然是這些 站在打工子女對面的 出賣工人的 工人代表的話 我們打工子女一定沒有運行 所以 第一個結論就是 我們打工子女需要一個民主的議會 我們需要一個民選的政府 來補助我們每一個人的權利 因為 在香港 在這個資本主義下 大部分的人 我們都是受僱於老闆 受僱於資本家 我們過往 接過很多勞工的個案 無論是清潔工人也好 無論是保安員也好 或是一些專業人士 一些中產的朋友也好 他們都遇上很多勞工的問題 所以 工黨我們代表的打工子女 不是說只是基層的人士 也都是 所有 無論是藍嶺 白嶺 或是專業人士 都是要共同面對的 第二點了 喂喂 我就想說一下 為什麼 民主 是需要 打工子女的參與 因為大家都知道 民主是跟我們 息息相關 我們每個人 都要關心這個社會事務 我們每個人 都要留意 社會上發生的事 甚至 你要出來集會 你要出來遊行 你要出來示威 我們的社會 才是有真正的民主 大家都看到了 即使是其他世界 有民主的地方 我們見到 仍然很多社會的問題 但是 同樣就是 我們的打工子女 有沒有休息的時間 有沒有一個 是可以放工 之後 回到家 照顧完家人 陪完子女之後 有自己思考的時間 又關心這個社會的時間 現在 大家走走走 你看到八個小時 一定的了 九個小時 十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都有 甚至十四個小時 都有 視問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說民主 究竟是哪些人的民主 我們說政治的自由 是什麼人的政治自由呢 所以 一個真正的民主 一個真正的自由 是需要我們打工子女 是有適當的休息時間 是有勞動的尊嚴 是可以參與到社會的事務 才可以真真正正去實踐這個社會上的平等 和社會上真正的民主自由 讓到每一個人的權利都受到保障 讓到香港的政府是屬於我們的香港政府 我自己郭永健呢 是憑著這兩個的信念 一直是參與社會運動 參與勞工團體 和參與工黨 我們很希望呢 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香港的打工子女 是深受壓迫 但是議會上 我們的代議士 工聯會 其實是假的 是騙工人 是蒙面工人 所以 今次的補選 除了我們要選民主派的議員 也都要選真正代表 打工子女的民主派議員 進回去 讓到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打工子女 你可以和家人團聚 你可以呢 是放了工之後 陪小朋友玩 希望呢 大家我們一起努力 讓到我們 不會再受到 財團壟斷的剝削 讓我們呢 大家都活得有尊嚴 多謝 跟著是 Gary 五分鐘 好 多謝兩位 引述我過去講的話 這一場初選呢 是民主派君子之爭 是在 好和更好之中 是去選擇 適合和更加適合 是去選擇 郭永健也有提到堅持 偉伯講過 政治就是持續轉穿長板的一種工作 所以堅持是很重要的 堅持的意思就是 當你的信念 遭受到中長期的不斷打壓 挫折 好像昨天在立法會裏面 見到我們的立法會被褫奪了 這些那麼重要監察政府的權力的話呢 我們都不隨便放棄 我們跟大家分享 九四年的時候 我之前兩個禮拜 在這個位置就講過 當時 我和我太太要談婚事的時候呢 就講過說 我將來回來香港是要從政 在共產黨管治之下 香港有朝一日 參政爭取民主 是要坐牢的 今天都竟然成為了事實 我們入年青人已經 是坐牢 佔中三指 半隻腳已經在監牢裏面 我們面對的困境 是非常之嚴峻 我之前來到有朋友跟我講 他很不想見得到 不斷受到挫折 很強烈的無力感 所以民主派中短期的目標 可以實踐 我們有長遠的遠景的從事 中短期一些可實行的 地區工作 社區維權 組織協作 我們要做 311的補選 實在非常之重要 所以我們才不能夠 隨便地輸了去 我們不單要有意志 要有堅持 要鬥志 鬥力 還要做適當準確的政治判斷 不好意思 郭永健 鄧家彪去到選舉論壇 是不會跟你講 工人權益 你要搞清楚 我這次選舉的本質 去攻擊整個民主派 過去的拉布 整個民主派 過去對政府的抗爭 是帶領香港民主運動向哪裏 所以是一個更加大的議題 我們要面對 我們怎樣透過 我們過去的工作 正職爭取市民的認同 我再一次強調 我自己豐富的議會經驗 扎實的地區工作 務實本土的政策倡議 去爭取 對過去幾年 港中矛盾 很敏銳的年輕人的支持 還有就是堅定的民主立場 秀研要回答你的問題 如果大家記得 在2015年的政改方案 網民在開玩笑 開一些賭盤 就說哪一些民主派議員 會跳票 會轉軚 我和毛孟靜議員的賠率 是一比九千九百九十九 我們是不會隨便去轉軚 這些是我們過去長時間的參與 而市民是確認了 看得出 從而作出這個判斷 我會認為今次的君子之爭 就是讓整個的民主派適宜指爭 不是在這一刻裏面 是會說民主派怎樣去打好這場選戰 而是民主派我相信 每一個都會復應於今次初選出來的結果 跟著是要打好這場選戰 在三一一裏面 四席全上 是去奪回政府 政府透過DQ議員 而剝奪我們民主運動 在議會裏面很重要的政治力量 我在這裏 鄭重地呼籲各位市民 是去跟我們打好這場選戰 好嗎 多謝 還有分幾鐘 Garry 我再說 還有過去一些紀錄 為什麼社區維權是這麼重要 我舉一些事例 也是實際上的工作 是會讓市民 就是不會不斷地 除了是一些 你會看到全港性的政策 因為 立法會裏面的制度暴力 建制派保皇黨裏面的 難節的話是實際不到 你講的 將軍澳裏面的抗建堆填區 馬安山大埔裏面的插針樓 北區大埔的交通濟塞的問題 這些是我們可以透過中短期的政策 以迫使得到政府去改善的話 是達至到社區維權 充權 還有呢 是可以捲入更加多的市民 跟我們一起去走這條民主路 既是協助市民去解決民生的問題 更加多的是做一些草根民主的工作 將他們捲入去整場的社會運動裏面 是做自身的維權 民主運動的出路 這個一定是其中一個發展的方向 所以 新民主同盟 還有很多民主派的政黨 為什麼願意 和戴耀廷去傾風雲計劃 就是向這個方向去發展 希望大家和我們走這條民主路 多謝